原来赵雪峰对马丁这番话全是血淋淋现实 2017年 赵雪峰登上《我是演说家》 讲述考研对农村学子的重要性 如果你出身普通 毕业后没找到好工作 不如继续考研改变提升自己 如果说你觉得你本科毕业以后 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 考研是一条道路 当然你可以去考公务员 你可以去找工作 你可以去出国留学 考研只是一个选择 其实我想给大家传递的精神就是 当你觉得现在你需要改变的时候 该改变的时候就一定要去改变 在这番话遭到评委马丁反对 他认为大学生毕业后 应该尽快从工作中去磨练 而不是一头加入考研大军 本科毕业之后 最好的晋升之路 就是在工作中不但出挫折 找到自己该有的方向 再决定是出国考公务员还是考研 而不是一头扎到考研大军去 只有一少部分人 应该继续攻读该研究的学业 而大多数人应该到工作中去锻炼自己 而不是要考研来锻炼 都说学历不重要 但一面试就开始问你什么学历 因此他们根本没机会 他没机会 他根本就没机会 我在齐齐哈尔大学上大学 我根本就没机会接触这样的节目 这些世界500强企业 也不会去齐齐哈尔大学招聘 可能有人认为 张学峰只是嘴皮子流 将让自己开的公司专门培训考研 而他之所以这样说 是为了贩卖焦虑 好让更多迷茫的学生买科 因此鲁玉忍不住问道 你真的相信考研能改变人生 这是因为你做这样的事 所以不断说服自己 连续三句真的相信 外加血淋淋的例子 让众人哑口无言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在今年的90月份 你到齐哈尔大学去看一看 什么样的企业到齐齐哈尔大学去招聘 你在北京一个学校 叫北京科技大学 你再看一看 什么样的企业到北京科技大学招聘 你再看看什么样的企业 到清华百大招聘 他们去什么样的企业 他们给这个学生多少钱 一个月的工资 您去看一看 您就知道了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500强企业 在世界几乎所有的500强企业 都告诉你学历不重要 但是他们不会去齐哈尔大学招聘 大家总说乔布斯 比尔盖茨连大学都没读完 但他们上的是长青藤大学 能进去就足以证明实力强悍 马云虽然只是本科毕业 但那是20年前 能考上大专都是人中龙凤 而我们这些普通出身的人 必须要面对现实 你这边都三千 你怎么让一位这三万的人喜欢你啊 对不对 各位同学 你们今天可在一个同学的床上 你想一想 你本科毕业时间大聚会的时候 你怎样的面倒参加那个聚会 你是看不起别人的 还是被别人看不起的 尤其是男同学 你想想 到北京 不要只看灯红酒绿 以为那是有钱人的北京 直接打破众人对美好生活的幻想 你去接一下一个路的床上 你千人 是什么感觉 你去接一下松脚里 你不会倒 是什么感觉 去接一下上了个车的车 不用急 因为你会飞 上去那是什么感觉 第二个地方 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个地方 叫天空院 一个天空院住了人四百万 你现在除了三个 天空院 天空院 去感受一下 天空院北的一般地点 你看怎么能上去吃 只是我们不愿信 学习才是最轻松的事 没有什么事再比学习努力了 真的 这么多美女 你现在来做业务的时候 总共这些有意的中年男性 要给你吃饭 你不得不吃 哪个男 男同学你做业务的 人家跟你说 你他妈必须把这个酒喝了 不喝我就不给你吃蛋 你明天喝啥 喝啥就会酷 你他妈觉得哪个蛋 不仅如此 张学峰还会告诉你 哪些大学实力大于名其 哪些专业是真正能赚到钱 在关键时刻 给你提供黄金信息 短短两句话 可能就能改变大家一生 这是张学峰最生气的一次 某球之中一生 因为来自农村的学生 想找教外语的工作 但因学历不高 只能在便利店打工当餐厅服务员 父亲因病去世后 男孩在母亲的鼓励下 开始追梦 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张学峰 想为对方打把伞 因此为男孩提供两份offer 如果我找你来我的公司 我一定是给你安排一个岗位 给你的妈妈安排一个岗位 我开两份公司 你开一份公司 你妈妈一份公司 阿姨的岗位 就是刚才我说的 那个为我们考研的学生 她有一些心理压力 就慢慢为她解压 比薪10K 富州五险一金 明年年底一定找到13K 这是我的承诺 甚至表明 可以当场就能支付公司 你要来我这 我当场给你转 你和阿姨现在的工资 转 然而一旁的杜子健 却开始搞事情 称呼他不过是画大饼 第一个offer 先是给阿姨的 阿姨的职业岗位就是 我们沿途教育 考研学生的 心理咨询的 热线的这样一个 很有爱心的这么一个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 这个岗位 他好像跟你画饼 你冷静一点 此剧彻底激起张学峰诺博 当场回垒杜子健 不要拿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几句话就将杜子健怼得哑口无言 他因为精词时常会长记性 哪成想杜子健会变本下厉 我抖音的粉丝不是596万 我抖音的粉丝是900多万 那都是买的吧 这下张学峰彻底忍不住了 强硬挥嘴刀 我说话 你最好 我说话 尤其在数字这方面 我说话 你最好不要 你最好不要直接嘴我 因为的话 我这个人对数字是很敏感 很较真的 因为上一次 上一次说我买粉的人 被我骂得体无完肤 狠狠打了杜子健的脸 因不少人胜灾 张学峰真不会是 全网公认的互联网嘴T 这发言简直不要太有 都说劝人学一天打雷批 可不是医学生 根本不懂其中的奥秘 哪正想张学峰 请用两句话就揭开医学生奥秘 明明是考研明实 张学峰却硬声声张自己活成 等于是再逃相声演员 而对于河南高考有多难 张学峰用最幽默的话语 轻松把河南学子说不 那你考了多少分进来的 我一听 好敏感的问题啊 是吧 因为我知道他们河南分比较高 你知道吧 我就留了个心眼 我说你考多少分啊 他说我考了609分 这哥们比我多考了120多分 跟我上的是一个学校一个专业 我当时心里那个同情他呀 你知道吧 他们玩的 我考了609 你考了多少分啊 你说我敢说 那么说他不掐死我 我说我不方便说 不仅如此 张学峰还用妖娆性感的声音 让哈利公万劫不复 哈公大师尊求逼的那一个 哈利公骨屁不是 结果这句话给我热麻烦了 知道吗 直接引起学校不满 当即给他送上律师函 要求张学峰公开道歉 否则就上法庭 哈尔滨理工大学 我发了一个正式的法理工函 要求我公开道歉 不道歉就要去法院告我 知道吗 反正大丈夫能屈能申原则 张学峰只好公开给哈利公道歉 哈利公道歉 大家听好了啊 哈尔滨理工大学这个学校 特别的好 你是中国最好的大学 清华北大都不如你 只是听上去多少有点阴阳怪奇 网友举一反三道 事实证明学校口碗越好 就越不会计较别人的调侃 比如你说哈利公不好 对方会给你发律师函 但当你说清美不好 他们只是附和到对对对 大家对此还有啥想说的 欢迎连评论 谢谢大家